总是替粉丝们带来阳光 这是永远的天王刘德华 9月中展开了Always巡回演唱会 第一站在上海演出 表演了从高空降下的惊险场面 而且还露出人与线 有将近5万粉丝为之疯狂 庆功宴之后呢 一向内敛的华仔 难得向媒体吐露自己的心声 他说呢自己虽然已经50岁了 还是会一直的跳下去 直到有天跳不动为止 从26米的高空中缓缓而降 刘德华巡回演唱会第一站上海 开场站在四根钢索支撑的 悬空圆盘中 伴随着舞动的灯光 仿佛将观众带入浩瀚宇宙中 让歌迷大呼过瘾 但其实这是所有演唱会桥段中 刘德华最害怕的部分 以前我们不怕是 我们用上面的吊点就直接吊过 那那个没那么长 它没那么晃 现在好长喔 你们看到大概只有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在上面 所以它晃得很厉害 就算已经50岁还当了爸爸 刘德华不改对表演的坚持 依然不服老伯命演出 不管是露出结实肌肉热舞 或是在磅礴的水柱下演出穿越时空的爱情音乐剧 刘德华表示会尽自己的权力继续表演下去 你可以称就好像我说不是我这个年龄 但是我还是会跳 跳到我跳到不行为止 我会继续 演唱会第一站圆满落幕 刘德华说这四天他很开心 反而变得一点都不害怕演唱会中的高难度演出 还感慨的说要再努力锻炼身体 演唱会将在12月底登陆台湾 刘德华将继续带给歌迷们天王级的演出 UDN TV 袁世佩 陈婷瑜 周思瑜 综合报导